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開機畫面 開機之後它會顯示電壓10秒鐘 如果你要跳過的話你可以按一下 它會直接跳到溫度的畫面 那跳到溫度的畫面之後它就會自動鎖定 當這個設施旁邊這個小數點是亮子的時候 代表它現在是鎖定的畫面 你怎麼按它都不會有反應 那它解鎖的話就是按壓這個觸控鈕 這一顆觸控鈕按五秒鐘 這樣子就解鎖 解鎖之後它待機畫面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是溫度 第二個是最高溫度 當這個設施在閃爍的時候就是最高溫度 第三個就是電壓 它佔一下又回來溫度的畫面 那它可以做一些調整 在攝氏跟華氏之間調整 然後還可以調整你的最高溫度警示 跟最低電壓警示 要調整的話 我們在溫度顯示的畫面 按壓觸控鈕三秒鐘 就會跳進來調整的畫面 首先是溫度單位的調整 按壓三秒鐘進去 目前是攝氏 那你可以把它調成華氏 下一個進入下一個就是再按三秒鐘 然後接下來 ERTP是最高警示溫度 按三秒鐘進去 你可以調整你要的溫度 下一個單位都是按壓三秒鐘 那如果都調整好之後 同樣再按三秒鐘回到畫面 再按壓下一個ERTP是電壓 那我們同樣按三秒鐘進去調整 目前最低電壓我們設定是11.5 它會閃爍 那最後設定完之後 一樣在最後一個單位三秒鐘按著 它會跳回來 那最後一個END也就是結束 按壓三秒鐘 它就跳出了主畫面 總之小車 那 Quindi 媽